我一共学了8年 现在有6年的专业学龙时间 我大概6年的参赛经验 第一次看报纸上有一个鸟巢的老秦大赛 我觉得这简直是我的梦 平常一平马骑的时间 一个安时是45分钟 适中的活动会按 比如说最近有比赛活动少一些 给马去体力 然后像饮食上也要给它调整 就是每次针对什么样的不同阶段性恋是不一样的 现在马叫Coco 它是温血马 它是我从前年去配合到现在 我们现在有三年的磨合时间 它从1米1被我跳到现在带着1米3与4 在这磨合的期间中 它把我摔了不知道有多少 无私次有了吧 游戏摔得很严重 当时摔下来以后 马头像跃过去 它蹄子滑到我的胳膊 整个衣服都烂了 胳膊也烂了 第二天马上就有一个紧接的比赛 哦我要成功了 然后我就缠着绷带 然后比了下来 拿了个第一 我做到了 好惊喜 进出马术以后 我变得坚强 坚定 就是拥有骑士精神 天气太炎热 天气太寒冷 但是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太再晒 也会就是 觉得起码就是一种放松快乐 我还是希望能够以后完成我的学业 我用我一份自己的职业 和自己来支撑自己的爱好 而不是光靠爸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